川普输了 他们民进党中了倒大煤啦 苏贞昌反应会这样 我们没有美国的帮助疫情骗人民 人民迟早会向我们造反的 哎呀 陈其迈呢会在想 哎呀 事情大掉了 我会不会像韩国瑜那样被市民罢免啊 太尴尬了 那蔡英文呢会静静的思考 完了 这下完了 没有世界媒体支持 我的丑事包括贾博士 会被拆穿的 怎么办呢 他们这次完蛋啦 他们往往想不到拜登会赢川普会输 全部的国家领导人包括杜德蒂 都不敢有什么表明他们会支持谁 但只有蔡英文和那一帮狗贼 可以挡出气壮 八番支持川普赢 连他们党言都戴上了川普图像的口罩啦 而蔡英文也很明显的鼓励 他们的网军啊也在网路上 狗党暴天胡说暴道的污辱拜登 但拍川普了很多马屁 他们以为支持了川普 他们所做的一切的坏事都能继续下去 没人知道 而美企还能继续维持他们的地位 但是民进党真是活该 终于有今天了 为了他们的利益 舔川普的屁股舔了过火了 现在可好了咯 一切的希望投资在川普的身上 全是一场空 以后国际媒体甚至台湾媒体 不但以后不会再维护他们 但还会将他们的仇事一个个的暴露出来 我们也可以安安心心的天天的在总统府里 向他们扔臭鸡蛋也行 他们快要变成一只没有翅膀的老鹰了 还怕什么呢 也可能快要送去枪毙了 没有美国的支持 他们将要自身难保了 难道还会有什么媒体 甚至台湾人为他们继续亲美反中吗 谁会那么笨到陪他们一起倒霉啊 再说拜登才没像川普那样变态 为台湾民族不跟大陆一起合作发展 最少五年我跟你讲 不止美国还有全世界的国家 会冷漠的对待台湾 不会把台湾放在眼里 更何况台湾根本不是一个国家 但是中国的一部分 还什么希望想进去WHO啦 以后连他们的那些破浪国家的盟友 都会慢慢的离开了 不是 应该说他们会快马加鞭 断绝关系 不认可台湾才对 将来啊中国大陆不需要说什么两岸和平 很多台湾人自己会心甘情愿的跑出来 要求道路和平统一就有啊 还好韩国瑜没当上总统 要不然他得每天收到 不止那帮狗劫的压力 还要承受川普的恐吓 还有啊一些不知所为 无耻下流的人想要罢免他 蔡英文现在可好了啦 看看将来怎么面对人民 羞羞咯 已经买了那么多美国的破浪武器了 台军怎么用啊 根本用不着了 全部的钱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 但已经投资在美国那里了 钱不是冲在马桶里 就是被那些狗贼不知道挖在哪里去了 台湾快要破产了 怎么办呢 不如罢免猜英文吧 罢免他 在那里了 无人家 还没人家 还没人家 走到哪里了 都没有人家 在那里了